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0月26日上午 在范蒂冈接见了前来罗马 参加国际人道法培训课程的随军思夺 战争扭曲兄弟手足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使残忍暴行的见证者饱受折磨 教宗方济各首先谴责战争的残酷 吐露他经常听到许多主教讲述 从前线作战回家的士兵所受到的不可抹灭的创伤 为此教宗期许随军思夺要关怀士兵及其家属 教宗说我们必须自问 哪些方法适合医治军人的心灵创伤 他们经历战争目睹了残酷罪行 这些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需要特殊的睦灵关怀 让他们感受到教会母亲般的关爱 随军思夺的角色在于陪伴支持军人的旅程 为众人提供慰藉人心和父亲般的临在 教宗强调 在战争这种泯灭人性的背景中 人道法提出维护人的基本原则 同时也倾向于废除武器 武器不但是交战者蒙受毫无意义的残忍痛苦 也对自然和文化环境造成格外严重的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